王心灵 用实际行动给田富珍和蔡依林做出榜样 爱国的明星大家都喜欢 昨晚王心灵获得浪姐年度总冠军 还获得观众喜爱度第一 两大舞台奖 他这次真的赢了 王心灵激动地说 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都是C位 王心灵从参加节目来到内地 四个月的辛苦付出 他全力以赴 作为队长对队员们的用心照顾 还有从默默无闻到一夜翻红 王心灵靠的不是炒作 而是多年积攒的实力 他的冠军实至名归 39岁的王心灵就站在舞台上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都是他22岁的影子 应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一点一滴浮现 赖个出发的青葱年华 那是大家18岁的样子 王心灵不止一次地表示 他是山东人 对祖国的态度一直很明确 田富珍和蔡依林等明星 让大家失望了 但王心灵等明星 却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爱国之情 很明确也很坚定 曾几何时 王心灵的名字 是中国台湾偶像剧的收视保证 曾几何时 王心灵占据了 各大音乐的榜单之手 曾几何时 王心灵是大家心目中 无可替代的女神 然而 这个一举一动都填到大家心坎里面的甜心教主 竟也曾被贴上过整容和小三的标签 且久久无法抹去 王心灵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单亲家庭 从小和母亲还有弟弟一起生活 在她还没出生之前 母亲就是民歌西餐厅的主唱歌手 嗓音特别 唱功也好 王心灵很自然地遗传了母亲的音乐天赋 并且想把唱歌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业 11岁那年 她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儿童 disco大赛 吵着要报名 母亲就依着她 带她去参赛 没想到 王心灵真的一举打下第一 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 但为了实现王心灵从毅的梦想 母亲倾尽全力 送她进入华钢异校 2002年 王心灵迎来了命运小小的转折点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去大声经纪公司面试 唱了一首陶经营的《离开我》 嗓音甜美 但却不假腻 辨识度极高 再加上王心灵长相出挑 一下就被经纪公司看中了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接着王心灵被经纪公司送到日本 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唱跳训练 要通过国内外两个经纪公司的考核 才能正式出道 独自在日本的那段时间 王心灵接近崩溃 心理上是身在异国的孤单迷茫 而身体上是高压训练的疼痛疲惫 索性 三个月后 王心灵顺利通过考核 公司吃巨资 为她量身打造了第一张专辑 Cindy Bidin 但这次 好运不再眷顾她 销量惨淡 亏损严重 仅仅在新加坡获得了说的上来的成绩 公司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下一张专辑依旧如此 就会放弃她 然而 人到达低谷 就是触底反弹的时刻 第二张专辑里 全新的尝试让王心灵找到了奠定自己华语乐坛地位的风格 甜心教主 朱大哥爱你 把王心灵身上原本的轻快甜蕾 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张专辑在全亚洲创造了突破百万销量的成绩 83岁的王心灵 事业就此按下家族键 不仅唱歌 还要演戏 同年 他与明道 立威廉合作 出演了偶像剧天国的嫁衣 并演唱主题曲 顺利拿下当年年度收拾冠军 紧接着我们最熟悉的Honey 睫毛弯弯 热爱 之后 几乎每一次王心灵出演电视剧 都会包揽主题曲和插曲 2006年 他主演偶像剧微笑Posta 凭借乐观单纯的乌龟妹 成小诗 再度爆红 在台湾 与杨成林 张韶涵 并称为三小天后 23岁那年 王心灵成为首位 成功登上国际杂志 Ella Legal的华人女星 加速走红的代价 便是必须时刻向上紧发条的众 她不敢停 也不能停 拍戏路各连轴转的时候 她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体重一度降到39公斤 出道的前十年 无疑是她最巅峰的时候 但在娱乐圈这个地方 爆红不止代表着鲜花和掌声 相伴而生的 必然有非文和非译 在王心灵还未正式出道时 未来学校挑选演员的导演看中 出演 车正在追 当时17岁的王心灵 在剧组结识的一个男生 叫范之伟 对方年长他两岁 对他一见钟情 这段感情的最初是美好的 范之伟总是默默关注 王心灵的喜好 为他制造小惊喜 两个人越走越近 哪怕是在王心灵 出道刚爆红的时期 两个人感情依旧甜蜜 一切在2005年戛然而止 王心灵屡次发现男友劈腿 每一次原谅换来的 都是对方的死不悔改 最后心灰意冷的 王心灵选择结束 但那时他不知道 这段感情在日后带给他的重创 要比想象中猛烈得多 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 这对昔日恋人的轨迹 走向两个极端 王心灵成了红遍台湾的小天后 专辑销量和电视收视节节攀升 而范之伟 因为与经纪公司闹矛盾而被解约 甚至被经纪人公开炮轰 没过多久 王心灵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 成为舆论焦点 而曾经唯一公开过的男友范之伟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这个男人作为王心灵身边的 第一个炸弹爆了 他忽然对媒体公开自己四年前 与王心灵相恋时的细节 我原本以为他17岁 第一次是给我 但不是的 其实我当时有一点失望 我们交往前 他有个男友 是我华刚异校的同班同学 接着 这个男人曝光了与王心灵的亲密照片 其实 这张照片在今天看来 并没什么 但这对当时走甜美清纯路线的王心灵 无疑是一场暴击 用今天的话讲 应该叫人设崩塌 范之伟甚至得意洋洋地说自己殴打过王心灵 一次是在机场 一次是在忠孝东部的大街上 无法承受舆论的王心灵 立马暂停了全部工作 还意外患上了蜂窝性组织炎 面部细菌感染 一度接近毁容 这对当时的王心灵来说 又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经历了一年痛苦的修复期 王心灵遇见了第二个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 姚元昊 两个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姚元昊曾经有一个相恋八年的圈中女友 隋唐 姚元昊告诉王心灵 自己和前任已经结束 可笑的是没过多久 姚元昊和隋唐复合了 王心灵瞬间成为众矢之地卑鄙的第三者 而从矢之中 姚元昊从未承认他与王心灵的关系 只是站出来说我和隋唐的感情很好 那是2012年 王心灵原本正在筹备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 因为负面新闻缠身 演唱会不得不叫停 王心灵一个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斩钉截铁地说 我也曾经被第三者伤害过 绝对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如日中天的事业 两次折在爱情上 王心灵好像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 王心灵并没有隐退 但自2010年开始 接连受到感情生活暴击的事业 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 加上几乎所有甜美风女艺人 都必然面临的年龄与定位背道而驰的困境 开始在王心灵身上显露 很长一段时间里 重振旗鼓的王心灵都试图转型 十二年推出的新专辑爱不爱 一改清纯甜美的风格 走成熟暗黑系 却被群潮用力过猛 此后性感 苦情 成熟 各种风格 他都在不断尝试 但大多浅尝者指 收效甚微 眼看着同期的杨成林 在2011年顺利从林家女孩 转型为亲属女性 张绍涵摆脱了原生家庭制造的麻烦 杀金泪鱼在歌手2018展现惊人唱功 王心灵却面临着转型艰难 还因为曾经患有的蜂窝性组织炎 而面部僵硬 被质疑整容 被群潮连垮 他一路沉浮 始终难以露头 有人说 王心灵是自作自受 女次被渣男背叛 但却依旧选择原谅 第一次 在范之伟多次借着 王心灵的热度自我炒作 甚至不惜曝光 两人曾经亲密恋爱的细节时 王心灵的反应 仅仅只是在节目中 哭诉自己爱得太深 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躲起来不见人 第二次 姚元昊让他深陷第三者丑闻 但王心灵竟然还是选择与他复合 不仅如此 纠缠八年后 两人二度分手 姚元昊却又一次曝光 是在王心灵睡午觉时偷偷拍的 王心灵所处的经纪公司 要起诉姚元昊 王心灵最终却还是选择车速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似乎是许多不了解 王心灵的路人 对他抱有的想法 了解了王心灵的经历 最大的感受是他有点傻 又有点倔 看似柔弱的外表下 有一颗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心 他不那么精于算计 步步为营 每一次好像都在靠着感受 去做选择 最后的苦果就自己咽下 谈及过往的感情经历 他还是说 如果能够相爱 我还是会义无反顾 在他坎坷的转型之路上 亦是如此 出道前十年 依靠甜美人设走红 而如今却被困在其中 从2015年起 王心灵的专辑风格 又回到了最初 提到甜美定位时 他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这个会跟我一辈子了吧 可能我哪天当了奶奶 有人会和我的孙子说 你奶奶以前是甜心教主业 少女心少男心 应该是部分年龄的 而甜美这种感觉 她应该不是我的包袱 她应该是我的特色 三十岁之后的她 似乎不再急切地 摆脱甜美的标签 就在大家都以为 这个曾经的歌谈小天后 将要在新人辈出的歌谈 被人遗忘的时候 王心灵勇敢地 站在了浪姐三的舞台上 以一曲爱你 勾起了全网的回忆纱 让无数曾在校园里 听着她的歌 谈着恋爱的90后男人 纷纷感慨 我们还在 只是老了 短短八个字无意中 戳破了很多人的泪点 但愿在不久的未来 王心灵能够早日 遇到自己的真爱 就如同她的突然翻红一样 粗不及防地 闯入她的笑颜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